提拔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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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提拔自己 讓自己茁壯的一個網站 我是黃斌華老師 我在提拔me 上 教Android App開發 提拔me 是專業知識網 我是吳永志老師 我在提拔me 教 教法全系列課程 提拔me 是一個坑 我是MS 我在提拔me 帶你進入網頁 承端工程式的坑 提拔me 是一個數位學習的平安 我是吳甫 整合行銷專家 如果你想要學習更多 關於數位行銷的技法或專業指示 歡迎來找我 提拔me 就是可以讓我們無數時間 空間的限制隨時深度學習的地方 我指引相志 在提拔me 教人工智能與深度學習 提拔me 就是在數位時代中 創造職場價值的最好夥伴 我是大數軟體的邱宥偉 David Chiu 我在提拔me 教授大數據與資料科學相關課程 第一個問題是 好好你知道從哪一年開始教學的嗎 我大概是在2014年的時候開始教學 那你最常被問到跟課程相關的問題是什麼 老師如何才能去學習爬蟲還有資料科學的一些相關知識 那最常被問到跟課程無關的問題是什麼 老師今天我要去就業的時候 我該怎樣才能去到那個公司去上班 那有沒有被學生倒閉的經驗 沒有 覺得當講師最大的好處是 可以去把自己心中的一些知識給理清清楚 然後再把它傳授出去 讓更多人知道說 該怎麼樣去使用相關的知識去建立不同的引用 那工作 消書 女朋友請教重要度台詞 工作 女朋友 教書 教書 教重要度台詞 有大於 小於等於 女朋友 教書 大於工作 大於女朋友 這邊看影片可以讓女朋友看到嗎 可以 讓我們看影片 可以為喜悅 改變 我們會排搜到 有幾乎 我們會有的